他自己整理的 essa名義 好也請 PFH 塞坦特掌 還能修佛道 观念 引用了金刚经 印无所住 而生其心 这无所住 我们的亲近心 无所求 所以一个平等心 它自然就无所求 那我们绝大部分 为什么会印有所住 因为有所住是一个很强烈的 自我意识 那基本上它就是愚痴性 愚痴的烦恼 就不容易看得到自己 所以它一定要跟随着善知识 那袁学经他这里谈到 如果不算以种种的变化里 而能够种种随顺而取致敬 就是我们生活在各种不同的环境条件之下 变化很多 你说出家修行的变化多不多 就是工作琐碎很多 就是工作琐碎很多 但唯一我变成这个清净心 你走到哪里 所到之处 都跟佛法之间相应就好 不要用世俗的观念 太可惜了 你的心念会很狭隘 用佛法的出世的精神 你的心念会很狭隘 你的心念会很大开 用佛法的出世的精神 我们称为菩萨师的 我们称为菩萨师的 好 那接着看看 他说若菩萨 若诸菩萨 以变化力 种种境界而取致敬 我们到种种境界 是种种因人所生法 我们到种种的环境 条件 因人所生起来的 而能取致敬 这样的一个菩萨修行 此菩萨 此菩萨者名为先修沙摸波底 后修禅那 禅那是观 他这里谈到以极境 极灭 极灭就是这种非常极境 这个极灭就是这样 如如不斗 极就是如如不斗 菩萨都到种种的境界 而取其灭 他知道很多的状况境界 但是他的心是医治 在如如不斗 如如不斗 不是土耀不斗 是那个心不散乱 不散乱 比如说我们在道场 我们都会淪足 我们现在在这里比较好 我们要特别的 因为人也没有那么多 早期像禅宗道场 都几百人 几千人在用功的 人煮 碰到种种变化 把人换了一道 大两煮饭菜给大家吃 我们只要一天在几个人吃的 然后就去烂闹 过去大一煮 一煮都还有六百人 有千人在吃 等到你这点座的时候 你会很感激 就不要再吃 不再做 那些人呢 有些人在家 家庭在家庭裡面 家庭在家庭里面 经常做出家庭 坐这些人 在家庭里面 在道场里面 你觉得他天天 每一天都是这么做 而且心不能散开 所以冲通种种的境界变化 可取极 你把他 你很清楚 这就是修省 你不是在煮给别人吃而已 或者你只是在完成一件事情 而是在修行 不是在修福又是在修慧 就像这几天我就跟我们的僧众说 我们找科 玩科 包括一早上的旗班 安班 他绝对不是在做应付 他那个人要去班就去班 就要去班 葫芦吞枣 顺杰就过天后 你很规规矩矩的 起班第一班做什么 第二班之后做什么 第三班之后要接钟 钟要怎么唱 接着鼓 鼓之后要送给大庆 开始召课 他就是一套的什么 休息 而且大家是要一起融入 起班第一班之后 这个供随 第二班发香 第三班接给大庆 然后在唱的时候 那种唱的 你听得懂是很深感情还是很不可爱 还是很短短短短短短短 那谁都不听出来 不是深感情感还是 好不理解一下 因此可以告诉我他的心情 说明是有没有想法 是奠述 就是在这中间的 然后是一套的 我会听到这中间的 我会听到这中间的 天王之心 不是在那大聲啊 一聽這琴琴是可以的 那些琴琴要出來 那個他就是好修行 那些琴琴都站起來 站起來煮明煙燒走 我倆坐著都聽到站起來 放得住 坐著就好了 這是我們去玩鬧啊 不是那人去玩 是自己去玩鬧 我也是這樣出來就是去玩鬧的意思 聽懂意思嗎 你規規矩矩的 看出一套修行 眾生皆喜歡即興 我們整個的道場上面都集結了菩薩的吉祥雲 此道場有吉祥雲 十方雲來幾 各個學我眾生因此陸火到 你功德無量 因為你的祈拜那所有人 叫醒了喚醒了苦海中的眉毛人 所以終生傳遍三千屆 所以終生傳遍三千屆 木谷喚醒苦海 這個苦海的迷茫人 功德大不大 大了 成宗 終生傳遍三千屆 三千大千屆 這些聽到終生大家都趕快要進來大神寶殿 要用功 就終生傳遍三千屆 木谷喚醒苦海迷茫人 第二正谷一結束大家要進大殿了 那喚醒快點快點 就收了收了 準備要開了 說說說 第二谷一結束 大家到位 然後第三正谷教育大眾是轉身 大家要成佛了 它是一套修行 它不是這個完的一個動作分解動作 等於要做好改革 聽到意思嗎 不是一套修行 聽到實在一套完整的時候寫說 是切割式的 把這個教好來學好來 眾生皆得利明 所以人它 我有時候會把課 都在生活上跟大家分享 分析 所以當我碰到種種的境界 而取經驗 如如不動 不管要你做什麼 都跟修行相應就好 有什麼好煩惶 有什麼好 好感覺過意不去 你去不去相應修行 你的修行 你相應修行就好 好 翻過來看 羅菩薩下一頁 羅菩薩以變化力而做佛事 這個佛事不是宋經的那個 剛剛剛剛的佛事 而做佛事 而做成就成佛的這些事情 羅菩薩呢 以種種的變化力而做佛事 安住寂靜 安住寂靜 而斷煩惱 使菩薩者名為先修三夢佛地 先修三夢佛地 他說羅菩薩碰到種種變化力而做佛事 只要你會成佛的每一件事情 無論是故事此見 忍辱盡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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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智慧 甚至就我們生活上的 穿衣吃飯掃地 所有的植物種種變化力 而取寂靜 寂靜大寂靜就是佛的智慧 大寂靜就是佛的境界 所以我之前在城口有個公案 就是 這個廟公 我們唱的廟公 這是一個 在古廟 他每天有很多的信徒來 都帶著很豐富的供品 來供養世尊的 水果啦 美麗的這個佳養 那個共婆 有一天 廟公有點不開心 這個廟公 心裡很不是知物 佛陀有什麼了不起 坐在那裡 每天都有人 供養他 山珍海味 美麗的家寮 又水果又是真的 還要跟他磕頭 每天都拜他 臉裡還要磕頭 我這個每天在這邊幫他擦桌子 掃地的整理環境 回屋這麼好 大家看到都不甩我 他都沒做事只坐在那裡 就這麼多好人公養 有一天在那裡 很好做 天啊 我們很不公平 我這個做到美麗 沒有人送去 又給我吃 也沒有人供養我 你一年都這樣 沒事情做 大家看著 你還要擺 還要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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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擺 擺擺 所以還要擺擺 他還不是智慧 那種事情也要 坐在那裡 人家也要 輔助說 我給他倆收我 你來擺擺 我來擺擺 他說好 還是輔助說 你要坐這裡可以 你要 你要 你說什麼 我希望輔助說 怎麼在那裡 輔助說 好啊 我幫你做我做 但是 記住 碰到什麼事情 都不能開口講話 用肝膽 我可以了 坐著不要講話就好 都可以成佛了 我也是 那兩個就換了 就換位子 就答應了佛陀 坐著不講話 什麼事情 什麼事情 都看在眼裡 什麼事情 心裡都清楚 都覺得 如果做不好 如果有人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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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對了 我還要客人 你就覺得 兩夫妻 這麼多人 這樣擺 有一個少年 看公司包卡放 在哪些現金 都來 為那個床 結果 悬到去 斜就對了 救火頭 什麼 念念念念念念念 念的忘了 那離開的時候 忘了把那个公司包里面的钱带走 那就离开了 不敢说话 不敢说话 不敢开口 不用讲话 那离开就好了 那离开之后呢 第二位要进来 后来那个故意义 就在那边哭啦 求佛头啦 饱又什么 那家里要缺钱啦 我只是靴月等 咱了喵 哎呀升卧的 我做了有点儿胆 我就让我们这样 manager 身旁就像洞 洗吗越来越 help 那不是你个子機仔看吗 不能讲话 不能开口那离开了 那去第三个进来 第三人進來 一個年輕人進來 很急著 跟佛同在求什麼 一直求求求求求 就是家裡有幾次來佛同幫忙 心很急 結果在那個時候 第一個 拿公事包拿現金來的那個 要來找他的錢 那個槌 那個槌 那個第三位那個年輕人在場 就跟他吵起來 我的公事包的錢 不見了是不是你拿走 這個年輕人說 我來的時候什麼都沒有啊 我沒有拿你的東西 他就把他 時間給拉住 因為他急著要離開 兩個就吵起來 快打起來了 你做什麼事情 不可以說話 結果兩個吵到快打起來的時候 他撞不掉了 跌距不潤勻 就跟他爬著說 點點不要吵 你怎麼都不對 他就說 那佛同開得好 他就說 佛同說 佛同說 你的腳板的錢 不是這個小人 你確實電話 第二的 他就拿走 好嗎 這件事 他說的是屬性沒問題 結果 他就說 壞了因緣 壞了因緣 真正有做得回來 夾佛祖 還有一艘頭髮 那真正有做的 他就說 我就叫你不要開口 你開口 你破壞了多少事情 我看的是什麼 我還說很多 第一個有做的 真正有做的 那個第一人 把腳放 搬過去 那錢是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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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整個還要想過錢 就對了 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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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七 小八 那個錢 要去做 好不然就去 付錢 不記得 第二 你怎麼可以幫他幫忙 他結果就好 好 第三 因為家裡很急 騎車 騎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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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描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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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他看到是后面要成就的佛事 要成就的佛事 就像佛陀 每次在树下打坐 猎人 打猎的猎人 把一只兔子射伤了 这个兔子跑啊 跑啊 跑到佛陀的身边就躲在袈裟里面 佛陀用驾山反而保护住 这个猎人就跑来就问了 佛陀我还没有看到一只兔子跑来这里啊 佛陀说 我没看到 明明就在他驾山里面 佛不能打妄语啊 佛为什么要打妄语 就是佛的持贼心 只有我们说要救兔子 佛碰到一件事情 他就是趋于寂静 他就在这里 再拖了 又几乎而已 也坏了他是佛的资格 对不对 他宁可受一切众生对他的谩骂 但是能够把生命给保住了 他就是佛 这是佛伟大的地方 慈悲的地方 所以先修三末菩蒂 后修三末菩蒂 然后再修禅那 清清楚楚他的次第 未成就佛死了 所以要修等住 修等住 好 再来 若菩萨 以变化力无碍作用 断凡朗部 断凡朗部 而能够安住至尽 此菩萨者明为先修三末菩蒂 这个是三末菩蒂 三末菩蒂 中修禅那 后修十末菩蒂 虽然他有一个次第性的不同 但要成就的多事 他的觉知的力量 先修三末菩蒂 后中修禅那 后修十末菩蒂 这是碰到五外作用 种种的变化 在五外作用 这个五外作用的是 他先修三末菩蒂 三末菩蒂 然后呢 直 然后定之后修观 然后修止 修止 好 这些都是佛法里面很专业的用语 但是他的修行工夫 就是这样成就来的 好 若诸菩萨 以变化力方便作用 就是善巧方法的方便作用 善巧方法呢 自尽 善巧方法 那我们修三末菩蒂 你修三末菩蒂 这两个都能够随顺而修 我叫善巧方法 善巧方法 善巧方法 然后呢 祈修摄摩塔 祈修就一起修 先修三摩波底 所以三摩波底呢 就是所有的一些菩萨修行的基本功 信要先定了下来 不能照顾不患 那这里谈到先修三摩波底 然后祈修奄摩塔 然后还有残纳 最基本的功夫就是耐得住寂寞 就是修三摩波底 耐得住寂寞 一般若很怕不患 所以若不怕不患 若不怕不患 你做这个菩萨的平衡 菩萨伴侣 绝对不是那个所谓世俗的牵挂 所以耐得住的寂寞是你这份的用功 当你的时间很充足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 你会想做什么 你可以放松 但你绝对不可以放松 你可以放松 去行脚 去跟社会生活的一种思维相应 难道用法的智慧去超越跟突破 但是 但是 绝对不能照顾 尤其我们要出家 乃至我们居士学佛 也要用对方法 尤其在台湾的南中修行 真的很稀有难得 我们称它为稀有动物 在台湾的米秋 是非常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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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的主级众 书众大概 8比2 顶多7比3 女众7位男众3位 或者女众8位男众3位 大概是这样 在山上大街就知道 像我们 像我们在山上大街 这个 售街的时候 我们年色老 船街的那一年 男众大概100多位 女众300多位 差很多的 但是 这100多位男众当中 不是全部台湾的 尤其是国外的 那在台湾大概是7比3 比2的比例 非常的少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座的歌 男众跟女众比例 差不多少 男众多和女众多 女众多 蛤 女众多 虽然我们年色的女秀 比较多 但是我们说整体性 到大便雪佛 白佛你看 都是女众多 都是女众多 那在蓝庄的这个比秀 大家都特别的珍惜跟爱护她 甚至扶持她 你可以扶持 你也可以给她信心 但绝对笨能力爱 我们生 fat 那是计心 大家在愿运 找你的 以前我建议我 有很多地方 师父如果先教教 老大便说 你都听你师父 你听我 这就看得到 是很好的 所以要清楚了解到 你的忽念当中 这一份善意 是为成就佛事 种种的变化力 先修理赛力 修三摩 三摩波顶 然后修三摩他 或者是修禅娜 但第一个基本功夫要把三摩波顶的功夫 学好来定 在生活上就是给大家看轻人 没听着人说啥就这样背来 我听着人说啥 我们在修行道场最怕就是道听途说 会不会影响着你修行这份信念 会不会 最容易影响的是道听途说 我听人说啥 我听人说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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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觉得说是真的这样 会不会 没人说你就是会 莫然莫然不 事事如是词 就是这样定不够 动摇了 生命一度以耳根 意念就很分别了 为什么这样 万败善安阿 咱的感悟不高 这么容易就动摇了 谁动摇了你 生命进来 你的心进来荒掉了 智慧跑到哪里去了 一二十年三四十年的佛法基础 到哪里去了 就一个意念全部把他打乱了 真的要惭愧 真的要惭愧 就从佛法我们自己的修行上 有些人为什么修行到半途就退道了 我必须跟各位谈 刚刚讲的福报的问题 他用的是世间福报 永环的道啊 没好消息啊 因为道不是生命结束的道 是退道了 退菩提心了 他依附在美丽上 纵然他在怎么表面功夫这么的殊胜 但是我们的农天都知道 所谓何事 因此我们在法上的用功修行 护持正法 拥护正法层 心要很平静 需要什么都不 不能动摇 所以很不容易 像佛陀的时代 这个他的弟子一个叫提果达多 他就是不高兴佛陀 能力什么各方面条件比他强 他就嫉妒了 那嫉妒之后就开始毁败 说佛陀并不是你们说的 你们想象中你们所看到的那么好 佛陀其实是多么糟糕 多么的不好 都一直毁败 那他的弟子当中 就有些人就受影响了 今天我做都这样 那一受影响就什么 他又令结一个生怀 就破传法人生 武力宗教是这样来的 他自己再搞一个生怀 自立为王 那让佛教人陷入了一个 极为纷争 破坏 混乱的时候 就是在那一个时代 那后来也因为他的燦耳改变了 那这一段公案要跟他谈 就是很多事情是因为嫉妒而产生的毁败 所以嫉妒心之后的毁败 绝对都死了 无缘无缘 也许是这么一点小事 他把那扩大了 所以嫉妒心是很毒的 六祖坛经里面佛陀 这个六祖大师说 修行要先度众生 第一个众生要度的就是嫉妒心 同参套人直接会不会互相的嫉妒 他一定会这样 他怎么会比较厉 你厉害不厉害 不是在工作能力上的 是你的老百姓够不够 不是在能力上 我们很容易迷失就是在能力上去 入断一个人的功夫 但就我的角度 我会忍入 你听着 听着一要一要精透才是福报 所以什么叫我所住 忍入生定慧 因修忍入心 产生的定跟智慧 定从哪里来 三摩波顶就是从忍入来的 从忍入的功夫来的 就是每天都扫了 你去哪里 这一天再一天再三天 可恨 之后慢慢死过来 原来可以这么开心 就好像你进大辽煮饭菜 看到很多人把菜吃光光 很开心 就是那份心情 好 所以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这个 他说落诸菩萨 以变化力 种种其用 不能够知予自尽 知予自尽 知予自尽 后断 烦恼 此菩萨者 名为齐修 沙摩波顶 舌摩他 后修 禅 谈那 这是谈他的一些 修行上的不同 方法的不同 落诸菩萨 以变化力 知予极灭 厚住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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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禅那 后修世摩他 后修世摩他 这是在谈这个 极境观的一些药灵 这是修行上的一些药灵 这是修行上的一些药灵 好 所以他们在说呢 若菩萨 以极灭力 以极灭力 这菩萨能以极灭力 得起自尽 注意这个清净性 此菩萨者 明为先修禅那 后修世摩他 这个呢 这个呢 是先修即 后修患 先修即 后修患 先修即 先达到真理患入哪 善巧方法 渡化众生的人 就像我们到场 比如说我们到场 有些善巧方法 为什么要做慈善事业 慈善事业背后 有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就是要引导大家入佛和学果 所以我们会给他一个善巧 善 善就是善巧 得一个因缘 你来寺院拜佛 有灾饭可以吃 或者呢 像做社会关怀 来领一些物资的 来提供给你做生活的 一些需要 但是 基本功夫 在于他先修即进 独入独动 所以十方寺院 的这个道场呢 能够呢 提供给大家修行用功 是值得的 是这样的因缘 所以从身后上也好 从修行的 四地上也好 都是这样成就的 若诸菩萨 以极灭力 而起作用 于一切尽 于一切尽呢 这一切尽 即用水水 此菩萨 则明为修禅 修禅 后修三摸不底 这是在 这是在 说这个所谓的 这个 修行上呢 先及 然后呢 后修进 再修患 这都是谈菩萨的三角方法 这是每个人的根性不同 所以呢 为什么说谈法无定法 但是你所需的法能够帮你 入于极灭力 入于极灭存 入于极灭存 好 若诸菩萨 以极灭力 种种自信 安于继续 以种种的 这个所谓的自信 安于极灭力 而起 便 此菩萨者 命为先修禅 那 先修禅 那 中修摸不他 后修三摸不底 这是在谈这个 菩萨修行上面 它有另一个词词 这一品的便利菩萨 它有很多的不同 很多的不同 也让我们认识一下 知道菩萨的修行方法 有这么多的路 这是一开始便利菩萨 问了是不是 修行的圆满境界有多种 可是赤地有不同 到底哪几种 它就很详细的变成谈 就这几种 分析了很多 分析了很多 就好像要来我们连设 从哪个方向来的 也有从台北来的 也有从中立来的 很多来自不同 在世界各地来的 就是这种方向 但是目的地 多次要来到 一个修行道场 修行道场 好 接着我们再看看 若菩萨以极灭力 无作自信 起于作用 因无作自信 而起于作用 亲近境界 归于尽力 此菩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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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先修禅纳 中修Sama Bodhi 或修Sama Bodhi 这是那种菩萨的修行 就这三个当中的先修 先祭 然后呢 在祈祭 祈祭 若诸菩萨 以极灭力 种种清净 而住去 以种种的清净 安住在极净状态内 而起于变化 此菩萨者 明未先修禅纳 先修禅纳 然后我们祈修Sama Bodhi 跟Sama Bodhi 那我们再到这里 我们大概也知道 在这个菩萨修行上 禅纳 Sama Bodhi Sama Bodhi 我们再过来看 他说 若诸菩萨 以极灭力 知与致敬 而起变化 此菩萨者明未 祈修禅纳 生摸他 后修Sama Bodhi 这是先谈谈的 这个痴 痴递当的不同 这就是一种修行方式 就好像有些人 在阿安经里面 佛所说 有所谓的 定解脱 慧解脱 慧解脱 跟聚解脱 他那意思是 谈谈这个 有些人是先修定 有些人是先修慧 那修定修慧之后 都到最后都要进入聚解脱 要定会都要等持 都要解脱 就像我们现在 在台湾的佛教 很多法师 很多人都唱颂 唱得很好 可是对佛法的执见 一概同之很可惜 颂了好多的经典 不管是踏水路 凉黄保证 各种各部精产的 样样精通 法器的 好 爬得一杯 都考得对 可是佛法的执见 修行的功夫 毫无捉弄 所以后面要补齐 你唱上来 那是你法的执见没有深入 这不行 还是要的 那我们很多人的这个 法的执见通 和他法器敲打差那不会 不会你可以善意其他的人来支援 善虞 不是乱虞 善就是正确的去使用 就像道场那法会 所以早期的佛陀世代的法师 根本没有在诵经 都是跟随着佛陀身边 用功修行 所谓的佛事就是 成就修行的这件事 叫做佛事 所以我们的居士叫做 尽世男 尽世女 尽世女 就接近成佛这件事 或者即将要完成 这个修行这件事 所以我们叫做尽世男 尽世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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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我们再看这个经文 若诸菩萨以极灭力 知语变化而起自尽 清明尽会 清明尽会 此菩萨则 名为齐修禅那三谋 然后后修舍摩哈 这是就是第一种的 它是以极灭力 然后知语变化而起自尽 这是第一种修行 那再来一种是菩萨 佛菩萨以圆觉会 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 以圆觉会 圆合 圆觉会 以圆觉会圆合一 圆圆合一切 与诸性相 无离觉性 与诸性相 无离觉性 无离觉性 与诸性相 这是他们的觉性 与诸性相 就有很多种种的 因缘和合的相当 不离觉性 不离觉性 此菩萨的修行念 与原修三种至性 清静随顺 我们看他这个 哈善大师的解释 他讲得非常好 词原修三观 乃三观一心 一念俱主 即初 这个一念俱主 即初云原造清净 原造清净 原造清净觉相 原觉云合 就是相极相同 所以就是所谓的佛话常不疾不离 我们在新清酒墙的 色即是空 空即是 就是这个道理 好 我们看后面这一段 善男子 善男子 四名菩萨二十五轮 一切菩萨 修行如是 若诸菩萨及以末众生 依此轮 依此轮子 当此凡恨 最简单的这些修行 这二十五轮当中就是这些种种的修行 刚刚介绍这二十五种这种介绍 当先有一个共同点 当此凡恨 就是要此戒重远 当此凡恨 清净心 身口意要先清净 杀 盗 淫 不凡 口业 不妄语 不欺语 不养 舍 不恶口 必不贪生事 虽然我们生活在 现在的环境 有种种的生活方式 但是心不起贪生事 那不杀到你 身口意三叶清净 就是等他 犯犯修行 犯犯修行 所以极尽思维 我们要懂得这种极尽思维 求爱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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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三七字 于二十五轮 个安标记 就一个一个修了 个安标记 自信就是一心 一心求爱 随手截取 一戒开世 便知顿见 就知道这个顿见如何 一念一悔 既不成就 所以你不要去 所以一念一悔就是 你对修行产生的动药 一就是一概 五概 贪 春 昏沉 睡眠 昏沉睡眠 吊沉睡眠 就是一概 吊举 难道一 贪 春 睡眠 吊举 睡眠 就是昏昏沉沉的 吊举就是什么 吊举 心不在音 胡思乱想 吊 这是怀疑是个修行 那这样你很容易就退大了 这是便利菩萨 我们下落的时间 再来把后面的祭奏再讲完了 我们之后呢 接下来要谈的这个菩萨 他会教我们在修道上的用功访问很多 这是我们后面再来谈 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 我们下午再继续 两点继续将我们继续绝定 那我们会下请喝茶 任你此功德 不积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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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